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好莱坞男星西亚拉伯夫,史雷布,曾演出变形金刚,爆红。 之后,却爆出不少负面新闻,近期却被歌手前女友FKA,控诉明明已经染上性病。 竟还用化妆品遮掩私处出现的症状,继续若无其事发生关系,让FKA身心崩溃长达一年,决定提起告诉。 据英国《太阳报》报道,英国女歌手FKA Twix近日控诉西亚拉伯夫长期性虐待、精神虐待,甚至情绪勒索,根本就是个恐怖情人。 她爆料,男方明知自己染上性病,却在私处化妆掩盖症状,继续发生关系,害她也跟着染病。 西亚拉伯夫,是阿雷布图,达至影像,美联社,此外,FKA控诉西亚拉伯夫,在日常生活中,常会做出许多控制于极强的事。 像是逼迫她裸体睡觉,有几次她醒来后,却发现被绑在床上,男方还会计算每天的接吻次数。 如果次数不到标准,就开始怀疑她出轨,短短交往一年,让她身心承受巨大压力。 除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,FKA奥西亚拉伯夫还会做出真正危及性命的举动。 某次两人开车,要回洛杉矶,中途发生争执,男方突然情绪失控,解开安全带,疯狂飙车,逼迫她要承诺两人之间永远的爱,否则就同归于尽。 事后她打算逃跑,却被抓住,男方竟一度要掐死她,把她吓得不轻。 对此,西亚拉伯夫发表声明,表示女方指控,有些并不正确,但坦言的确有,伤害过对方,感到非常抱歉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